這件1100呎就放了傢俬 進來就試家Lobby 這裡就有鞋櫃位 再一個展望門 你看到是放了一個Round Table 因為旁邊是廚房 這裡就放了沙發 你看到闊頭3.6米 這個距離小朋友是不會近視的 這裡還有一個大Track 有玻璃瓶 然後外面有露台 就算我們在10樓看出去的海景也挺美的 今天就大霧一點 但是現在水平站看出去 其實很豐富 有水有樓有山 很棒的 整個樓底都高 最起碼是3.15米 這裡就有一個對樓封的路台 再走進去 就一個簡單的避餐區 其實如果你要封了它 這裡都可以 封完之後油已經不會出去了 整個都是一個飲品區 廚房的工作櫃面很大 全組名牌家電 洗車主 各樣都齊 上下季的收納空間都夠多 還有兩個大升款 方便洗東西 還有它是伸展門雪櫃 這裡有一邊 另外那邊在這裡 然後這裡就有工人房 工人房發展商沒有收拾 但是它夠空間給你設計 聽的一邊是一間海景睡房 擺完床之後兩邊落到床 景觀都是磨滿全海景 相當兩例 另一邊就是下次 細小睡房 做了一張書桌 坐在這裡做事 然後磨滿海景 相當正 還有最重要的主人房 發展商簡單放在床上 放完之後可以在三邊落到床 一個大面積的落地玻璃墻 外面是全海景 外面是落地玻璃墻 霧氣比較重 衣櫃位置放在入口處 未必足夠 後床位可以多做一個 再進去就是主人浴室 你看到也很齊勵 空間很大 轉圈又可以 翻又可以 身邊還有一個浪浴區 有窗 放完裝飾 你們有個點 有沒有家的感覺 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